好累啊今天 老公 地怎么不太干净啊 右边 右边 左边 左边 哎 差不多了 桌子不反光 老公 桌子不反光了 不干净 玻璃 玻璃不干净 主物 打面了 儿子哭了 儿子哭了 看电视了 看电视了 接下来这个叫考验 夫妻双方是不是诚实 是不是尊重事实 是不是了解对方 我们就是说一道题之后 我说一二三 大家一起举牌子 这个人是谁就举 把他的头像举起来好不好 好 我们说一二三就看这边 不要 我潜意是一二三 不要不要不要 一二三 看这边 心里已经有一种 我已经有一种 只能说明我这个人随和 好 来 比如说 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请问在家里 谁管钱 一二三 哇 另外一个男生一个女生 举错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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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原则性的问题原则性的问题原则性的问题 原则性的问题 好 好 那呢他们也是都分得很细对不对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来 请问如果发生了争执谁先道歉三二一 请去 哦 这区别大了真比较 这个区别大了 每个人都是举的字节 哎呀 有没有 这段节目每个人都说 自己是先道歉的那一个 彩儿你觉得是你对不对 为什么 我觉得是我 因为她只会摆臭脸 然后就算吵架完 我是那种很快就没事情的人 但她的脸还这么臭 然后会臭很久 所以都是我主动哄她 我说 等一下 等一下 算了 那小春 为什么你觉得是你先道歉 因为通常吵架的时候 大家不讲话 总有一个人讲话 冷战的时候有人要打破这个僵局 偶尔 偶尔 偶尔打破了 每个人看见这次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 王涛为什么觉得是自己 因为我会唱歌 我觉得就算我会 我说算你恨我也会 王涛唱完说感觉就是认错了 但是可能她觉得我在挑衅她 实际上我是在找一个 挑衅 我给你这真的很像挑衅 对对对 对对对y 而且通常 开了吗 不开了 然后 不是 是很像在挑衅 对对呀 另外一方会觉得 这件事情其实对于你来讲 就是无所谓的 跟本емон不算事 无所谓 无所谓 就两个人就会不平衡 对 其实这样很帅 我帮你拍张照 哦 你用这种方式 对 觉得类似这样的 听得在旁边都一副那种 哇 还可以这样 刚才就是他摆住脸的时候 别动 我给你拍一个照 你别动 你试试了吗 你刚刚 你好酷 我曾经有过他 叶采人你好酷 这是你道歉的方式吗 我会跟他讲 你不要在我面前演蛊惑灾 但是你又是他的女人 没有 重点是 我觉得女人真的很善变 就是明明要跟姐妹们 去租那个录像带 在家里反复地欣赏 然后嫁过去之后又指着说 不要在我面前演蛊 男人真的很辛苦 好 接下来男人要更辛苦了 我们要进入我们的 高空尬大拷问 要拷问的是我们的两位 先生陈小春和王涛 看看她们是不是真的了解 自己的太太 我们先把威亚姨给她们穿上 好 来高空大拷问了 来之前呢 刚才那个财人跟我说 她说 我老公现在有点郁闷 因为她跟她老公说 我们是来访谈性的节目 现在被吊成这样的 等一下 没错 这也是访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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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特别方式的一种访谈 而且不得不说 两位穿威亚衣都很帅 小春应该是常常就是拍片的时候 有动作常常要 好 现在呢 让你别穿西装了吧 还不错 这样不错 好看 很帅 说实话她这样很帅 因为王涛今天穿的衣服 设计感很强 但不太适合威亚 因为她从中间 那一块是什么啊 中间 王老师第一次吊威亚 对不对 好 你有恐高吗 不知道 没有 对不对 好 那好了 我们基本规则是这样的 我们准备了一些问题 来拷问我们的这个老公 那这个老婆 已经事先告诉了 我们的唯一的标准答案 如果你们的答案正确 将会安全 如果答案错的话 就会被威亚升高一点 最后呢 我们将会从你们升到的高度 速降到地面 所以要认真努力地回答 我们先把两位勇敢的男士 升到我们的基础高度 这种访谈 太酷了 春哥访谈开始了 春哥 访谈开始了 对你最喜欢的环节 他们两个好兄弟 像不像 没有 一边挂一个就还好 挂在一起 特别让我想起过年的时候 挂腊肉有没有 羊带上挂腊肉 好 何老师 何老师 没问题 没问题 你的衣服特别像腊肉 你是正宗的香西腊肉 好 两位注意 请看第一题 请老公说出岳母的生日 好 来 先 先我们 王涛先来 6月10号 6月10号 还用响 小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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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5月 11号 母亲节 5月11号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是否正确 来 请看 彩儿妈妈是9月13号 6月13号 刘璇妈妈6月10号 6月10号 6月10号是对的对不对 等一下 我说的对 就是就算是农历和公历嘛 也不可能从5月到9月的 所以是 不是 是这样的 而且他们准确是一个节日 是母亲节 我们说的是母亲节 对对对 哦 你说母亲节 5月11号 那彩儿妈妈的生日是哪一天呢 决13号 好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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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季狗 三季狠 但是 但是这个我们必须公平啊 我们要把小春向上升一格 来 走 哎 腊肉挂得高啊 风干得快啊 下一题 来 请看 特具体 假如家中起火只能带一样东西 你猜老婆会带什么 不难啊 小春 彩儿会带什么 家里起火了 只能带一样东西 儿子吧 儿子 不是东西吧 不是东西 不是东西啊 东西 不是东西 不是东西 我没啥带啊 不带 对 我觉得你又要上去一格了 你先说 你不要去平了 你不要管别人 你不要去平了 人家 你的衣服稍微掉得有点变形 你专心自己的访谈 好了 这是一个访谈节目 好 如果家中起火 请问王涛 你觉得刘璇只带一样东西 初来不带 他今天带他的金牌啊 他的奥运金牌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 请看 哇 你带我的月子干嘛呀 好感人 好感人 是不是 刘大铁 你像我这样 彩儿的答案好苍白 手机 手 好没有意义 对啊 为什么会带手机 你只要带了手机 什么事情都能解决吗 你找人也行 什么银行卡 什么全都用手机可以解决吗 所以你是一个理智 我不知道 长那么有意义的答案啊 你 我知道 一点都不感受 她是理智 金牌奖最怕 这家男配奖的那个奖杯 耶 好 那刘璇你是会带 那个王老师的乐器出来是不是 我金牌根本不在家呀 金牌放哪里了 娘家吗 金牌都没 金牌放在娘家 金牌放在娘家 是这样的 我们家有个保险柜 我从来不知道密码 钥匙也不在我手上 所以我一直以为 那里边有很多金牌 那里边是你的乐器 你看错 不是 你看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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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金币呀 那是月是金币 好 两位共同向上升一格 其实我想了解 如果真的火灾 他们会带什么东西 对啊 如果火灾的 如果答案精彩的话 精彩的话 你们可以讲一下 你会带什么 只能带一样东西 你带什么 东西还是什么的 东西东西 身外物 不是家人啊 不是家人 什么都不带 你是什么都不带的 对 都无所谓 安全最重要 先离开 先离开 你不要再说金牌了 我带我这个 带我这个有设计感的衣服 可以 就是纪念人生 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学校 对对对 就是来到大北京 他就是来到大北京 参加访谈 我这样开马匹可以往下 小架的时候在旁边唱歌 起火的时候带身衣服走 不能复衣服这样 不能裸体这么多 好 我们 这样我们所有的朋友 包括玄儿 我们大家用这个手势和这个手势 包括我们所有的观众 是生还是假 来 我们 这个是生 这个是假 来 所有都有 来 三 二 一 所有人都冲着王老师说 你生棒 你们就是想看设计 好 来 往上升一格 把王老师往上再升一格 小春哥什么都不带 还不用升 我也觉得疑惑 你有一刻 小春哥 你有一刻讨历过 想救自己家里的货 你就看着什么都不带就走了 走 走 走